燕燕罗最怕是水属性 所以我们的目标是头上的水桶 当他把这根柱子打烂之后 水桶就会掉下来 我们先走到另外一根柱子的后面 他瞬移的时候 小心他走到我们的背后 避开他 我们绕着柱子走 由此他打烂这根柱子 小心他又瞬移过来 跑到柱子的后面 水桶里面的水就会淋到他的身上 我们尽可能在水属性还在的时候 多消耗他的禁忆局 他又打出火焰的时候 走到他的背后 砍他三刀 然后走开 龙转锋打过来的时候 我们小心走开就好咯 走回去 他又准备出打脚 腰花打开 先砍他三刀 换成三段 砍他两刀 换回中段 多砍他两刀 走开 强暗出来之后 记得要注意自己的禁忆局哦 走开 避开他的龙转锋 他的近距离攻击 一般都可以在右前方避开他的攻击 砍他三刀 他的水属性差不多没了 我们跑到另外一根柱子的后面 当他举起双手 就要准备瞬移过来 小心背后 走开 跑过去 砍他三刀 一击走开 回去打空他的禁忆局 我们的禁忆差不多没 翻成杀段 继续打他 过去 近身去击 会 他起来的速度挺快的 我们尽快走开 趁这个机会 去口药 跑到最后一根柱子的后面 等他把双手举起来 记得小心背后哦 沿着柱子跑 直到他打掉它 当他把火焰打出来的时候 我们要连着他 继续砍他 换成杀段 快速攻击打两下 换回中断 因为他的禁忆局没了 我们要追着他来打 我们的禁忆都打空了 先往后退 然后等他把强暗开出来 准备接大招 腰花格挡 尽管打三刀 上断砍两刀 换回中断 砍死他 记得订阅频道 阿车会继续努力 创作不同游戏的功能 谢谢你们收看哦 拜拜